长时间戴口罩看起来气色不好 也成了不少职场女性的困扰 其实快速简便的化妆术 可以让你戴口罩也很有精神 但是在这段关键时期 戴口罩喷酒精带来的肌肤负担 皮肤科医师也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最近武汉肺炎蔓延 很多人不戴口罩就不敢上街 但是我们要提醒您 非必要不要戴口罩 只是一整天戴着口罩 人看起来就是没精神 怎么办呢 有方法可以帮助您 好 现在坐在我身边的是美妆达人Ruby Ruby平常要出去教书 也要上课 也要主持 她有很大的化妆需求 在目前这样子敏感的抗疫时期 我们要如何戴着口罩 看起来依然很有精神 可是又不会过分浓妆吓到人呢 Ruby要跟我们分享她的私人小配方 对于平常身兼主持人 英文老师 等多重身份的Ruby来说 快速完装可是她的强项 所以一开始就出大绝招 绿色的隔离霜首先登场 用指腹清点抹在脸上 有没有 你不觉得顿时变白了吗 达人快手根本不到30秒 下一步粉底液量也不用太多 但是有个小Pepo可别忘记 等等我们如果就是戴起了口罩 其实眼睛的这块还是看得到 所以这边黑眼圈的部分一定要遮好车 遮满 老师在讲你有没有在听 大家赶快抄笔记 兼具遮瑕功能的粉底液 用手或海绵小心涂匀后 按压蜜粉定妆 扫上腮红 让自己散发甜美氛围 不过接下来我们马上前进 口罩化妆变身的一级战区 眉毛跟眼睛 虽然说是重点也不是要画得多么的喜欢 因为我们就已经戴起了口罩 这样子你如果就是眉毛两条很硬很黑的话 然后眼睛又很浓的话 其实看起来会有点突兀 达人提醒大家 对于懒人或新手来说 用眉粉失误率低又自然 只要顺着眉形刷一刷 但是这刷要刷到哪呢 身边有一样小东西可以帮大忙 我可以教大家 你就随便拿一支笔 然后你就这样子 有没有看到 连成一条线 这就是黄金比例 记得下手轻一点 别把自己画成蜡笔小心 紧接着Ruby要教你画迷人电眼 原来加点眼线就能画龙点睛 这习惯就是在这个眼尾的部分 然后来去拉长 顺着你的眼型 然后往后拉 细细对准睫毛根部 顺着眼型往后拉 最后的最后要来画眼影 居然只需要一根手指头 那我最喜欢用的眼影颜色 就是这两个颜色 粉红色跟咖啡色来去堆叠 那我会用粉红色先打一个底 咖啡色的眼影则是轻轻涂擦在 双眼皮的皱褶上 Ruby现在已经完成全部的妆容 你看看Before和After 是不是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不过口罩妆容再美 也要适时让皮肤透透气 那我们口罩戴的原则就是一切服贴就可以了 不必刻意去让它包得很紧 最近其实门诊就变很多 就是在口腔周围的青春都有患者 也是变得蛮多 那可能也是跟这阵子大家都常戴口罩很幻的 好我们现在每天为了防范肺炎 大家处处入入都会记得戴口罩 再进入密闭空间也不会忘记 一定要拿酒精来喷手消毒 但是整天这样喷喷喷 对你的手部肌肤是一种负担 您知道吗 也有人就是因为一直洗手 因为现在大家最近都蛮紧张的 或是用酒精洗手 然后就会造成 它皮肤会容易受损 那干脸 那会容易过敏 甚至引发一些皮肤炎 医生提醒您 用餐前如厕后 还有进出医疗院所 才是清洁手部的关键时机 肥皂和洗手乳的清洁效果 更胜酒精干洗手 记住这些小提示 才能让您聪明防疫不伤身 记者林嘉全 林天佑采访报道 感谢您加入 我是陈元船 年代小确信 我们下个礼拜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